BC省府宣布 从8月2号起 对海外买家在大温哥华地区买房 额外征收15%的物业转让税 很多安省民众对此十分关注 本地地产界认为 已经有部分原想投资温哥华的海外买家 准备把目标转向大多伦多地区 这是否会对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产生影响 一起来看一下 卑诗省的这一政策 是基于大温地区海外买家的购房比例 达到10%的数据 他们希望这一措施 能够放缓当地火热的房产市场 打击海外投机 但家中地产投资总商会会长 本地资深地产专家袁浩斌 质疑这一数据的准确性 并怀疑政府的加税措施 有借机敛财的目的 在整个市场来讲 并不是完全是海外买家把市场推高 其实本地的买家 本地的这些所谓的投资者 积极地在参与这个市场 其实现在说实话 国家的车子 省的车子都非常高 那这个钱怎么来 可能就是说通过这些 可能也是在某种程度上 为国库增加收入 这个我相信 因为他不会作为政府来讲 不会用这个理由来宣权 但是实际上我不怀疑 就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袁浩斌表示 这一措施在短期之内 一定会起到令海外买家 望而却步的效果 因为他本身这个比例就有限 你就算这部分的比例不进来 我不认为 就我很难相信 在这么一个短期时间内 能够帮助这个市场 把它就是说 你房价能够降到一个 当地人可以affordable的这个level 目前本地的地产经济很多 已经感受到海外投资人 向大多伦多地区 转移投资的意愿 这一两天已经我们收到很多 从微信或者是电话 那个短信都收到很多的咨询 就说现在我们 多伦多会不会跟这个 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快速度 等等等等 已经有这么一个趋势了 会对多伦多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市场 袁浩斌预计 被施省的这一措施如果奏效 安省很有可能会跟进效仿 按照现在表面上去分析的话 我相信如果 BC省这个事情做成功了 实施了 那安省这种效法的可能性 是应该会有 不过袁浩斌分析说 相对于中国北上广等城市 以及世界其他大都市的房价 加拿大的房地产价格依然具有优势 所以即使增加15%的税项 真土豪依然会投资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